好,各位委員大家好,我是大道理的居民陳彥宏 麻煩下一張 那我要講的第一個陳情意見是有關於社福設施用地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是民國95年的時候由機關用地變更 那他主要是因為考量到當地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不佳 所以他把容積率設定是200億 可是在4月2號專案小組會議的時候 就是裡面有記錄說都發局想要把所謂社福用地 恢復成原先機關用地的一個容積率為400 麻煩按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請問社福設施用地有沒有相關的法源依據 可以說明說他的容積率需要比照機關用地的容積率來進行調整嗎? 麻煩下一張 那這邊我也補充了2月27號第655委員會的一個意見 那有委員提到說其實公共設施用地本來就沒有容積率400的條件 那他現在是為了要配合政策需要 那都發局應該要知道這樣的做法是有問題的 麻煩下一張謝謝 那這是我第二個意見 那關於第二個意見 可以請委員先看到這張圖 就是這是我們計畫區周邊大部分都是第三種住宅區 那在95年計畫的時候呢 他是因為考量到第一區的一個公共設施水準不佳 所以他將社福用地的設施容積率設定為210 可是到102年的時候呢 那他因為是為了公營住宅的需要 那他就是以機關用地400的容積率來當作社會福利設施的容積率 作為400的規劃 麻煩按一下 那我覺得他是對於在地居民生活品質的一個嚴重忽視跟剝奪 那麻煩下一張謝謝 那其實我想強調的是說 我們居民並不排斥公營住宅 但是我們也要捍衛我們居住品質的一個正義 所以這邊也有提供都市計畫法的相關法規 那縱使未來我們周邊地區進行都市更新之後 我們最高的容積率也只有337.5 其實跟他所提出的400相差還是有一段差距的 那為了避免開發量體過大所產生的一個負面外部性 我們希望委員們可以比照95年的一個規劃思維 來重新評估我們社會福利設施用地的一個容積率 那麻煩下一張 那這邊這是我的第三個意見提供給委員做一個思考 是說今天有祖先留一塊6.5公頃的地給三個兄弟 那大哥呢他想蓋一棟透天錯 那小弟呢想做一個店鋪商業使用 不好意思 那就是說在土地上會分割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在不同的時間與同一塊土地上申請兩張建築執照 好麻煩下一張 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是針對4月2號專案小組都八局 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一個回覆說明 他們說呢雖然我們規劃 雖然我們是整塊基地 可是我們三塊不同的分區呢 是分屬三塊不同的開發主體 不同的開發內容 因此呢一環評的規範不需要環評 那我想請問都八局的一個官員們 你們計畫基地是否已經進行相關的一個分割作業 是否是三塊獨立的一個可建築基地 如果你們還沒有分割 是不是代表是整塊基地 不好意思我做一下結論 麻煩下一張謝謝 那你們在說明會裡面也一直強調說 我們全區的平均容積是322 那在我認知裡面 所以麻煩按一下謝謝 所以都八局也是將廣執基地 視為同一塊開發基地嗎 不然農居怎麼可以平均呢 所以是否應該要依照房品的相關規範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呢 那最後我也做出了三點結論 麻煩按一下 那可以請委員們做小的參考 好謝謝 謝謝 好我們下面請編號第28號的高財富 不高興 放棄發言 OK好 然後我們再來請 6號39號的蔡桂清蔡仙 她雖然是剛剛的理長 她又也是有代表民眾的澄清一點 所以讓她再發言三分鐘 好不好 謝謝